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颈椎的疾病事实上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人在经过长期的低吸引力的影响 会产生脊椎的蜕变 颈椎和腰椎最常发生疾病 颈椎疾病在早期的年轻的人跟年老的人 又是两种不同的形态 年轻的人颈椎的疾病大部分都属于肌肉筋膜的扭伤 少数是因为神经的压迫 在年轻人最常见的神经的压迫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椎间盘突出症 除了很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 在保守治疗无效以后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老年人经过长时间的劳动 或者长时间的轻微的外伤 都有可能造成颈椎关节的蜕变 老年人的关节的发炎松脱 产生脊椎的不稳定 也需要手术治疗 我们在一般状况之下 就是当你有神经跟压迫或是积随神经压迫 不是非常严重的状况之下 我们都采保守性的治疗 保守性的治疗有两种 一个就是药物治疗 一个就是复健治疗 在没有任何的医疗侵入性的介入之下 在做药物以及这个复健的治疗 能够让你症状得到缓解 事实上是不需要手术的 如果经过保守性的治疗 甚至在保守性的治疗未满三个月中间 病人就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 甚至没有办法做正常的生活 经医师评估后 可能就是有手术的可能性 因为常常如果在面临颈椎的手术的时候 你就会天人交战 我是要选择融合性的手术 还是动态的人工椎间盘的手术 在融合手术呢 临颈椎的蜕变始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这个病人手术后的再次手术的比例呢 大摩月是将近三成左右 非融合的意思就是所谓的人工椎间盘 就是把椎间盘做的 跟上帝创造的椎间盘的活动角度呢 在某一程度上是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植入人工椎间盘 等于还是保存了这节椎间盘 激进所有功能 这个关节是可动关节 保存了这个关节 那上下两个关节就不需要带长它的功能 加速蜕变的机会就低了 如果它是固定的 这两节关节因为要带长它的功能 而加速蜕变 就容易衍生出很多疾病 再次手术的几率就比较高 这就是所谓的厚重认带骨化症 这个病人后重认带从第二颈椎一直长到第五颈椎 所以后面这黑色的就是钙化 它比骨头还硬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大范围的切除 没办法用人工椎间盘 因为人工椎间盘要保存原来关节的稳定性 如果做大范围的切除 稳定性受到影响 所以说它有产生很严重的积水病变 不适合做人工椎间盘手术 已经有相当多的文学 已经证实了非融合手术的临近节蜕变 要比融合手术要低很多 也就是说融合手术再手术的比例 简单地说比非融合手术要高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在病人可能的条件之下 会建议病人采用非融合手术 没有最健康只会更健康 快上来加入好友 Top 1 Health